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一个是一个E的形容词可以变成名字的时候 它的规律后面要变成S 然后还有一个是主要是要看一下量词 那么首先看一下E形容词变成名字 S的时候它的变化规律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个部分 主要的它这里头重点是把E的形容词变成S的 那先看一下这个用法,就是名词 E形容词可以将词尾的E呢 如果取掉变成S,它可以做名词用 比方说这很简单就过一下 Takai呢刚才也说了Takasa就变成高度了 高呢形容词变成高度 那Nagai呢就变成长度Nagasa Haiai是快就变成Haiasa,快的速度 Hiroi很广广广 宽,然后比如说宽度是吧 Hiroza,它变成这样子名词了 比方说富士山的高度是多少呢 3776米,你想说这个词就这样子用 句子就这样子 富士山の高さは3776メートルです 数字和米,米叫メートル 复习一下啊 主要是Takai是高的形容词 要变成名词高度 Takasa,非常实用的这个说法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假如说一个长度 非洲的尼罗河的它的长度是6650公里 这个说一想说这个一个事情的话 它就这样子说 Nagiru川,日尼罗叫Nagiru Nagiru,河叫Kawa Kawa,但是前面有个名词 所以要变成卓音化 记住这个规律 Gawa,Nagiru川の長さは6650kmです 那么这个长度最长的是尼罗河 宽度最宽的河叫巴西的Yamaxun 和Amazon河 Amazon河の広さは 这个是700万5000平方公里 这个我们学习一下 705万,这五万,七百五万公 705万这个平方公里怎么说呢 平方日语叫平方,平方 剩下公里就同样的 Kilometer,平方Kilometer Amazon河の広さは 広さ,关注 705万平方Kilometer 好,那么比方说 飞机的一般的客人 普通的人可以坐的飞机 它的为了保持速度 它有一个平均的速度 大概是一个小时900公里 那么就这样子说 飞机の速速900km 这个也可以加个です 尊敬与加不加美式的 飞机の速速900km 好,那接下来我们实际用一下 比方说你知道什么什么 何々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Eberestは高い 我们变成 比方说你知道这个 Eberest是什么意思 Eberest 还有一个印度和中国的 借鉴的他们地方之间 有个世界最高的山 中文叫 诸木兰玛峰 是吧 Eberest 它的另外的英语叫 チョムランマン 所以它的中文采取的是 这边的这个漢字 Eberestは高い 你说一下 诸木兰玛峰的这个高度 你知道吗 那就这样子变 把和取掉 变成の 高い的一形字变成三 Eberestの高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你知道这个山的高度吗 Eberestの高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就这样的问 这个 这个是北海道的一个 有名的地方叫 札幌札 札幌札 札幌寒い 北海道这个地方很冷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 多么冷吗 札幌の寒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北海道的这个地方的 多么寒冷 你知道吗 札幌の寒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变成名字 变成名字 这个也变成名字 阿ラビア 阿ラ伯语 很难 阿ラビア語は難しい 那你变成一下 阿拉伯语的这个难度 你知道吗 阿ラビア語の難し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阿ラビア語の難し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お酒は楽しい 喝酒很愉快 很开心 那你知道喝酒的 开心的这种感觉吗 如果变成名字的时候怎么办呢 同样一样 数字的は 变成の 然后楽しい E曲调变成さ お酒の楽し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お酒の楽し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寿司は美味しい 寿司很好吃 寿司的这种好吃的感觉 你知道吗 寿司の美味し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剩下都是一样的感觉 大家把这个字停下来 然后自己做一下笔记 然后看自己答案 对不对 确认一下就行了 仕事は忙しい 仕事の忙し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工作很忙 你知道工作的这个很忙的 这种很忙的感觉吗 仕事の忙し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独身是单身的意思 你知道单身どうも孤独吗 疑問吗 独身は寂しい 独身の寂し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独身の寂し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スポーツは素晴らしい 运动是非常一个很好的事情 让你精神身体方面 都能有很好的均衡平衡 那么スポーツは素晴らしい 你知道这个好处吗 运动的好处吗 スポーツの素晴らし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以上全部是一的形容词 全部可以变成名字 大家可以参考 实际的这种一的形容词 都是很变名字的时候 使用的它的度都很大的 好的 我们接下来 这个一的形容词变成三 结束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量词 一个一本 然后一根一杯 首先一个 我们一起读一下 红的是例外 所以只能记住 一個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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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四个 这很简单 没有什么例外 五个 六个的时候和一一样 要小的词 六个 六个 七七个 不要说七个 要七个 八的时候有两个选择 八个 或者八个 八个 八个的时候 在这里比方说 我们可以说 橡皮一个是吧 消红が一个 你也可以说 消红が以前学的 一つ 二つ 那个一つ 都可以 消红が八个 八个 六个 六个 还有十个 十个 那比方说 玩扑克牌 或者麻将 赌博 那个是用的 那个骰子 骰子 日语叫 サイコロ 这サイコロ 要说一个 两个 那么一个 就是 一个 三个 三个 七个 七个 十个 十个 サイコロ が十个 就可以这样子用的 比方说前面的名词搭配 一起记住 量子和名词 这个搭配 好 接下来是 一本两本的本 一冊 一冊 二 这是特殊例外 一冊 二冊 三冊 四冊 五冊 六冊 七冊 都是没有例外的 七冊 不要说七冊 七本的时候 七冊 八冊 或者八本 八冊 或者八冊 八冊 是口语的 这个方式 说话 方式 然后九本 九冊 十本 十冊 这是一个例外 十冊 十冊 到底有几本呢 哪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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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冊 几本 这个搭配比方说书 本 一冊 五冊 七冊 八冊 十冊 这样子用 或者笔记本也可以 笔记本 笔记本 一冊 八冊 五冊 九冊 都是可以这样子用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日语的这个本 这个意思很多的 首先本呢 它可以说铅笔 一根铅笔 然后一根香蕉 也可以这样子用 这用本 然后这个葡萄酒的时候要说一瓶葡萄酒 这个一个根和瓶的意思含在里面 那么它这个另外也有很多特殊 另外我们一定要记好 而且这个是用的是很多的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复杂 让普通的学者来说 就是一定要好好记住 这个没有什么规律的 只能这样子记 三瓶 三瓶或者三根 四个 五红 这是普通的过句 然后到六的时候 它是 六红 七十 但是七红没有什么问题 八的时候是八红 或者如果是小的词的时候 就变成八本 八本 九本 没事 九 十叫十本 十本 有多少 瓶 有多少根 南本 南本 本 中音 这个杯也是一样的记杯 比方说啤酒啊 这个铅笔叫NB字 香蕉banana 葡萄酒 Y大家可以自己这个练习一下 比方说一本の鉛筆 一根铅笔 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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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 白 啤酒 比方说一杯 水是水 咖啡是咖啡 一杯 一杯 二杯 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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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杯 五杯 美食 十杯的時候又變成這個特殊例外, 十杯。 然後到底是幾杯呢? 何杯ですか? ビール一杯, 一杯的啤酒。 比方說六杯水, 六杯水。 八杯咖啡, 八杯咖啡。 幾杯咖啡。 就這樣子也是一個搭配前後。 這個記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第二個部分的, 一個是一形容詞變成三名詞的時候的 三和兩詞。 詳細的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大人的記憶。 小燾。 小燿。 小燾。 小燾。 大人的喜好. 小燙。 小燾。 大人。 小燾。 大人。 大人。